刚接触日语的你是不是这样的 五十音图背了望 望了背 背了又望 别慌 接下来小丽老师带你找到全网最好 最简单的五十音记忆法 这个字呢读作一个 词读作一个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字是很重要的哈 因为很多同学会直接去把它读成一个 苏的一个发音啊 千万不要去读成一个苏的发音哦 我们中文中 是不是 去发 丝的时候 我们去发丝的时候 丝丝丝 你会发现你的上齿和下齿啊 是咬在一起的 丝丝 你们可以试一下 是不是 但是日语中的话呢 是不会咬在一起的 他发丝的时候 你的上下齿是不会碰到在一起的呀 大家可以跟着老师来发一下 丝丝丝 牙齿哦 注意不要碰在一起了 です ます 对不对 丝丝丝 不会碰到一起的呀 不会碰到一起的 如果说是碰到一起的话呢 就读作一个 丝丝丝 你先发丝 再发那个呜 丝丝丝丝丝丝丝 对不对 然后再是 丝丝丝丝丝丝 OK 好 没问题啊 这是他的一个发音啊 我们再来看他的一个写法 你看 先是一根黄粮 一根树枝 对不对 你看 然后他一根绳子 树下来 你要打个圈 对不对 好 再把它撇下来 就好了 读作一个 诗 读作一个诗 嗯 好 没问题 这是他一个评价名 这是他一个评价名 我们先来看他的片甲名怎么写 对吧 其实他这个片甲名呢 就是一个小板凳 你看 他是这样子的吗 对不对 你看 你们看 你看 这个小板凳在这里 是不是 然后大家看那个古装剧的时候 那他们上吊自杀的时候 不都会拿个小凳子啊 或小桌子凳在下面 啊 呃 垫在下面啊 对不对 然后就套了脖子以后 就会把那个凳子给踢倒 然后就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板凳啊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板凳啊 折叠式啊 老折叠式了 是不是 嗯 我不活了 对不对 你看 把那个凳子一脚给踢倒了 所以说他就 死掉了 所以说 吊死了一个人 吊死了一个人 所以说 这个片假名的话呢 啊 它就是一个垫久了一个凳子 垫久了一个凳子 你看人吗 在这里 你看人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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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就垫了一个凳子 对不对 垫了一个凳子 好 所以说这个字 读做一个丝 读做一个丝啊 大不如像是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啊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假名 来 看到这里 这个字呢 读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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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读 读 对不对 其实这个 读哈 但你有没有发现 它长得很像一个汉字呢 嗯 其实你看 只要老师在这个中间给他 加上这么一笔 它变成什么了 变成什么了 瞬间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 世界 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世界的一个事啊 对不对 有没有 因为它本身的话 其实就是从一个世界的事给变过来了 所以说 如果大家这个字写不来 你可以先写一个 世界的事 是不是 你可以先写一个世界的事啊 然后 你再去把这些多余的东西给 给擦掉 你看 是不是 变成了一个塞字 是不是 记住了吗 记住了吗 它的片下名的话 跟它长得很像 就是说少了那一树 看到没有 然后呢 你看 它把这一树给弄掉了 这个写的话 其实就这样的 就是说比这里 多了一个这个 然后就弯下来 然后少了这一树啊 发现了没有 少了这一树啊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片甲名了 片甲名了 大家理解了吗 横钩 数折 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片甲名 来源于也是来源于一个世界的事 也是来源于一个世界的事 那比如说大家有没有看过 叛逆的鲁鲁修呢 对不对 或者 東京狗狗啊 是不是 里面是不是都有一句名台词是 或者说是 对不对 就是错的不是我 是这个世界 是不是 好 OK 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个 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个 这个字呢 读作一个 读作一个 其实这个 大家去发它的这个发音啊 还是很简单的 像我们平常经常听什么 そうですね そうだ soなんだ 的这个so对不对 那么先来看一下 你看 它就是拿一个s 这个辅音的s 然后再加上这个 原因的这个o 拼在一起读作一个 sos 那么它的评价名应该如何书写呢 其实这个评价名啊 它有两种写法 第一种是这种写法 第二种的话呢 是这种写法 这种的也是可以的呀 这种的也是可以的呀 嗯 都是可以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记这个sos呢 我们应该怎么去记这个sos呢 是不是大家来跟 小林老师一起来看一下哈 你看 就这个sos呢 上面 是一个z字 发现了没 你看 上面是一个z字 是不是 下面呢 啊 是一个r字 啊 r字 等一下 大家看哈 你看上面是不是一个z字啊 如果说是老师现在把它倒过来看一下的话 你看 这个上面是不是变成了一个我们数学中的一个二字 看到没有 是不是 是不是有点小啊 老师给你们放大一点啊 是不是 你看 这是不是一个二字 是不是一个二字 发现了没有 发现了没有 是不是 你看 这是很像动漫里的那种双面人格啊 对不对 你看 中间有一个表人格 一个理人格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 它正面是一个样子 反过来 又是一个样子 大家发现了没有 大家发现了没有 嗯 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评价名啊 那这片甲名是一个什么样的字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这片甲名啊 是一个来自一个 曾祖父的曾字啊 曾有写的那个曾字 是不是 它的这个来源是来源于 它们这上面这两点 看到了没有 看到没有 你看 片甲名基本上都是 只取一个偏旁步手啊 大家发现了没有 但是它这个偏旁步手呢 本身又很小 影响它的一个美观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都会为了一个美观美感啊 都会说 哎 我拉长一笔 这样看了就更舒服一点 是不是 看到了没有 看到没有 从一个小矮人 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一个身高啊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把这个撒行 给全部看一遍 再把撒行给全部看一遍 来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遍 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遍 对不对 对不对 大家都学会了吗 大家都学会了吗 嗯 嗯 那我们下期见啦 またね